如果你肩膀会有不明原因的痛 有的时候是酸痛 有的时候是刺痛 那因为很不舒服啊 所以你会想去找人帮你按摩 可是按摩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而且只要一拉肩膀 隔天就会更痛 二到九个月之后 你的手啊 可能会开始紧到没办法晒衣服 梳头发 擦屁股 不要抬手 甚至连换衣服都会痛 接着你会开始到处打听 有没有哪里有厉害的按摩师 或打什么针 能让肩膀比较不痛 又过了半年之后 你会觉得肩膀比较没那么痛了 你在想啊 是不是之前的那些方法开始奏效了 但是那些跟肩膀角度有关的问题 其实还是存在 你会开始挑选一些能帮助你生活的东西 比如烘衣机 或是不用抬手就能换的衣服 像是衬衫或是前扣式的内衣 最后你的肩膀会定型 如果不开刀 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 只要跟肩膀有关的事情 通通都做不到了 更别说是做瑜伽 打球或是把小孩举高高的这些动作 这时候你大概50岁上下 所以这个症状又叫做 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Juicy物理治疗师 50岁这个疾病啊 跟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有些不太一样 就是他一旦发病 就必须要走完整个病程 整个过程啊是无法逆转的 不像足底筋膜炎这类型的疾病 可以透过矫正足弓 让脚底逆转回没有发炎的健康状态 所以50岁的治疗啊 只能减轻发病过程中的疼痛 加速病程的结束 或是减少康复后的后遗症 就像感冒一样 打针吃药只能减缓你的 发烧流鼻水的痛苦 实际的康复啊 还是得靠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才能走完疾病的周期 如果你肩膀举起来的时候会痛 也别紧张是不是得了50肩 除了50肩外 你也有可能是肩胛肌 旋转肌撕裂 或是关节唇撕裂等等 那我们要怎么样检测 自己是不是得了50肩呢 如果想要能加速50肩的康复 再配合医院疗程之外 可以在家做什么运动呢 提醒你一下 50肩在不同的阶段 能做的运动也不一样哦 要做运动之前 可以先拿我的影片 询问你的主治医师 这些运动适不适合你 免得做错对应的阶段 可能会让症状恶化哦 首先我们要来说 要符合什么样的症状 才能确定是50肩的患者呢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肩膀 要符合肩关节囊受限模式 那什么叫做肩关节囊受限模式啊 它的定义是肩膀的外转受限 大于外展受限 大于内转受限 讲白话一点就是 你的肩膀转不开 打不开也无法插腰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些动作 第一个动作啊 是测试自己的手转不转的开 将一只手塞在腋下 让测试手啊夹住手肘边夹边转开 正常应该要转到90度 看自己离90度差多少 那第二个动作呢 是测试自己的手打不打的开 双手打开掌根朝上 正常角度为手肘可以180度举高碰到耳朵 看看自己啊离180度差多远 第三个动作啊 是测试自己的手 有没有办法背到后面 手往后背啊 将手去摸对侧的肩胛骨 正常啊 是要碰到对侧肩胛骨的下角 看看自己啊差了多少 如果这三个动作啊 你受限的幅度是 转开的受限 大于打开的受限 大于背后背的受限 那你就百分之百 确定是50肩的患者了 快点去看医生 如果你不是50肩的话 恭喜你 但你也别大意哦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些运动 让肩关节更加稳定 避免将来50肩找上门 有50肩的朋友啊 可以在配合医院疗程的同时 回家搭配对应阶段的复健运动 让自己恢复的更快速 如果你在50肩第一期的时候啊 你会有这种感觉 肩膀角度受限还不明显 但手抬起来的过程中会很痛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最明显 甚至啊连睡觉都会痛 我在复健科的时候啊 其实几乎不会遇到第一期的病人 因为这些病人啊 都觉得可能就像感冒一样 过几天就会好了 直到手真的痛到举不起来了 才去看医生 这时候啊 病程就已经进展到第二阶段 白白延误了就医的黄金时间 所以如果你处于这一期 你适合做的动作啊 有这三个 第一 中摆运动 一开始手撑桌子 前后脚站 哪一只脚在前面都没有关系 上半身倾斜腰部要打直 用身体前后摆动的方式带动手臂 或是双脚打开左右摇摆 中摆运动啊 主要是靠重力以及惯性 达到牵引关节腔的目的 熟悉之后啊 也可以手拿一个有重量的东西 例如矿泉水平来增加牵引的效果 每一次啊 执行五分钟 每天两到三次 中摆运动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止痛 五时间第一期的症状就是会非常的痛 所以中摆运动是第一期最重要的运动哦 接着啊 我们要执行的是被动关节的活动 一开始平躺 好手带坏手 拿着一根棍子双手掌朝上 慢慢往上到一开始感觉疼痛的位置 停留30秒再慢慢往下 一天做10次 或者是啊 你也可以坐着腋下垫一个毛巾 手肘夹紧毛巾双手掌朝上 肩侧手把换侧手往外推 做出外旋的动作 记得腋下要夹紧哦 一感觉到疼痛就停留30秒再回来 一天做10次 再来你也可以准备一条毛巾 换侧手背后面拉住毛巾 做向上向下的动作 这三个动作啊都是被动关节的动作 也就是你的换侧手 五十肩的那只手不是主动动的哦 而是另外一只手帮助他去做移动 被动关节的运动啊 非常适合五十肩第一期的人使用 五十肩在第一期的时候啊 是最痛的时候 根据病人的说法是追经自古 这个时候啊 除了药物止痛以及真剂治疗外 做一些简单的中板运动来止痛 或是被动物的活动来保持关节的角度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度过这一期 更重要的是 这些运动可以减少进入到第二期时 沾黏严重的情况 接下来啊 二到九个月之后 就会进入第二期冰冻期 在第二期你的手啊 疼痛虽然有一点点的下降了 但肩膀啊会像铅块一样抬不起来 手一抬起来啊 就会开始耸肩 因为肩关节啊慢慢的在沾黏 所以这时候就连洗澡 晒衣服上厕所都会变得很困难 在第二期啊 你要做的运动除了第一期的之外 你还要做一些轻微的肩膀拉伸 和肩胛骨的活动 运动啊就改成等长收缩的运动 第一个运动啊是肩胛骨的运动 以肩膀为支点上下左右旋转 尤其啊转到后背的时候 多一个肩胛骨向下向内夹的动作 这个动作啊可以用来增加肩胛周遭的活动度 避免肩胛骨活动度减少 以及旁边的肌肉沾黏 转一圈夹10秒做2-3次 第二个运动啊是拉伸后侧关节囊 在可以移动的范围内 手往对侧的肩膀后伸 用另一只手压住手肘往后方带 停留30秒做2-3次 第三个运动啊是等长收缩的运动 也就是你的手在出力的过程中不做角度上的变化 这个动作啊是为了避免关节周遭的肌肉 因为严重沾黏而萎缩 一开始50肩的手啊放在90度不动 见侧手在内侧或外侧推换侧边的手 而换侧手啊就停留在原地抵抗四面八方的阻力 每个方向啊都要停留10秒 做完之后啊再把手放在桌上 尽量用肩膀的力气往下压 或是好手压在坏手上面往上出力 尽量都要用肩膀的力气而不是耸肩哦 这个啊就是等长收缩的运动 这也比较不会造成50肩的愈后不良 在进入到第三期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一部影片里我们学到了50肩的进程 也知道一旦踏入了50肩就像感冒一样 一定要经过三期并走完全程 除了要配合医生给的治疗处方之外 回家多做复健运动 不但可以让50肩疼痛的症状稍微缓解 也可以让你之后关节粘连的愈后更好 在第一期里肩膀最痛 你可以多做中摆运动来止痛 并做一些简单的被动关节活动 来避免踏入第二期后产生严重的粘连 那在第二期时疼痛虽然比较缓解了 但是肩膀的活动度会开始变得很差 这时候啊要在无痛范围内轻微的拉伸 也可以多做一些肩胛骨的运动 还有等长收缩的运动 活动肩膀周遭的肌肉 让他们不至于萎缩 我在复健科的经验告诉我 第三期的病人人数是最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是50肩第三期的人 应该要怎么样拉伸 要做什么运动啊 下一集我会针对50肩第三期 做更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可以给我一个like 订阅我50肩才不会找上门哦